歡迎收看WanTV 窩鍋大明星 大家好 我是窩宏 我是羅文宇 今天的大來賓肯定是 大家最愛的幸福人妻 我們歡迎梁文盈 打招呼一下 跟我們所有老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文一我發行的新專輯 恭喜 今天我最愛的幸福人妻 坐在我的人生當中 大貴人 有沒有 08年 剛好10年前 我有一首歌叫做巴冷公主 我那時候找阿妹就是天后張輝妹來合唱 你跟阿妹合唱過 錄音可以啦但是平常要她跟我去 比較難 所以我就心裡想啊我何不去部落找一些厲害的 跟我一起去巡迴演唱 那時候我們就辦了一個歌唱比賽叫做巴冷公主 第一屆呢就是我們 但是後來我覺得我被騙耶 怎麼說 你不是說萬人演唱會嗎 其實也還好 有一半卡在山路 吐息人的關係嚇不來 那既然聊了那麼多的比賽的過程 來回憶一下這首歌好不好 我沒有眼淚 能和誰加我嗎 那段什麼愛的愛 哇 哇 回憶都回來了 哇 其實就是因為洪恩就開啟我的音樂之路 然後也才有一張一張專輯 而且今天把你特別安排在副駕駛座是有原因的 你的專輯名稱就叫做 副駕駛座的風景 這個專輯名稱滿特別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做過無數個人的副駕 哇 不用把它真的框在副駕駛座裡面 而是像我們小時候在爸爸的肩上 它也是一個風景 它也是我的全世界 它是一個不斷往前的生命旅程 所以是想要用這個概念 這個視角去跟大家分享 這張專輯的主打歌 這個歌名叫做還好 所以說我們還好 我們有梁維茵 在這個世代需要溫暖的聲音 還好我們都找到更好的歸宿 雖然你的人生裡已被勇往 至少答應過彼此要勇敢去追逐 祝你幸福 也祝我幸福 哇 祝你幸福也祝我幸福 我覺得它累積很多 在人生當中不同階段的作品 其實都陪伴大家成長這樣 但是呢 今天我們還是要考驗 我們節目考驗很高 考驗是什麼呢 我們把你的三首歌混合起來 大概有三十秒 你要在三十秒裡面聽到 這三首歌有哪三首歌 聽到了 聽到了 你們是我的新瓜 那時候不要做朋友還好 耶 既然剛剛考驗還滿好的 我覺得不如再來一個考驗 好 據我知道每個原住民都 肺活量都非常的好 那不如今天在節目裡面 兩個互相比肺活量好了 我為什麼要想笑 我沒了 你到底有沒有唱啦 你只有表情而已 恭喜 恭喜 梁文藝 八人公主 果然 我剛剛前面笑了 我剛剛前面笑了啦 但是 扣掉笑的那三秒吧 差不多 我跟黃哥差不多 對但我覺得你還是長了一點點 過了終於可以打歌了 那打歌其實我覺得 這張專輯還有另外一首歌 對 駕駛座的風景 還要有時候會遇到一些路口要轉彎 也需要有一些轉折 這份愛加困我 明明撐住的是我 你虛空的配合 不是真 我心在半空中 愛摔最黑的 你說你不懂 因為不想懂 愛摔 這個MV的風景 去到國外 公司真的大手筆 世界這麼大 為什麼挑葡萄牙 葡萄牙那邊有個地方 里斯本有一個海邊 叫羅卡角 就有一個譯涵 就是說目指於此 海指於斯 就是因為這個海角 我們不是常唱歌會說 天涯海角嗎 就是那個地方 副架子座的風景呢 透過音樂 一首一首表達出來 但你知道我常常叫 副架子座的人幹嘛嗎 幹嘛 要去買咖啡 文英今天來 我覺得不要只有讓他唱新歌 我們來回憶一下 他的經典的作品 有一首歌我覺得蠻喜歡的 最幸福的事 但是呢我們不要讓你在車上 那麼簡單的唱 我們要分享 有沒有可能 我們下車買咖啡 跟唱歌給咖啡館的人聽 我覺得這應該最幸福的事 有沒有可能 咖啡館直接殺進去 我跟妳講 咖啡廂搭配文英的歌聲 肯定是最幸福的 今天用文英的歌聲 要征服裡面的陌生人 哇 咖啡都有了 哇 咖啡廂來囉 我們就坐在旁邊 那一座好像不錯 就是下午茶時間 然後讓我的歌聲 帶給你們幸福 耶 那我來唱最幸福的事 étaient你 綦麗 chances 這谷琛是你 總要為我許願的聲勢 為之愛的人 在左邊星口保留位置 是最幸福的事 我願意 聽文英這樣在節目裡面 唱了他的新歌 還有他的經典曲目 我覺得真的不太過癮 那是不是有一些 現場演唱的一些活動 分享給大家 有 我有新專輯的巡迴演唱會 就叫做 副駕駛座的風景巡迴演唱會 台北是6月2號在Clapper Studio 台北三創 然後台中是6月9號 在方舟音樂展演中心 然後6月16號在高雄的Live Warehouse 都是晚上7點半 禮拜六 所以歡迎大家來現場聽我唱歌 就一定要支持文英的專輯 跟他的演唱會活動 好 那想收看我們WebTV的網絡大明星 也要在我們LOVE的平台 我們會有首播 然後我們WebTV網絡大明星 成功 馬 四 卡 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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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親愛的 I'm sorry 去救我一個交代 哎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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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